拜託你阿嬤 一次看到路邊也有車圍停 由樣學樣放棄開進停車場 直接違規停車 武嶺停車場轉述車內是一堆夫妻 表示管理員當時還有上前勸說 但駕駛不理會 後來有人檢舉警察到場開單 駕駛才下跪求情 何寬山武嶺停車場從今年4月4號起正式收費 就是為了改善圍停亂象 總共規劃了54個汽車格15個紅黃牌重機格 平日週一到週四半小時25塊 例假日週五至週日半小時30塊 不管平日或假日單日最高 上限都是300塊 其實價格並沒有貴到下人 加上近期花蓮震災 那何寬山的台14甲線 為往來花蓮南投的主要連外道路之一 請用路人確實遵守交通規則 這次卻有駕駛想審停車費 又想審罰單乾脆下跪 但違規是事實求情也沒有用 被開出為庭罰單 可處600到1200元以下 TV新聞成家跪 呂正成魯維新南投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